德国近期发生多起与移民相关的暴力犯罪事件 德国内政与国土部长费泽以下令要求所有德国陆地边境恢复护照检查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十二和表示 西班牙政府不会考虑效仿德国的做法 为控制非法移民入境而进行边境管制 马拉斯卡表示德国必须向欧盟解释出 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由欧盟委员会分析并确认该决定是否合理 对此波兰总理图斯克也表示 德国此举意味着深耕国之间自由流动将出现事实上的大规模暂停 呼吁在欧盟内部就德国恢复陆地边境管制问题进行紧急磋商